環顧全球,當前難有投資落土 在貿易戰下,全球經濟步向衰退 投資者信心每況愈下 香港的受累於外圍市場不利氣氛 加上內部社會動盪,令經濟家劇下滑 觸發資金落荒而逃 次季以來,股市持續大波動,影響警號 危如累卵的樓市泡沫一旦爆破 潛在衝擊難以承受 美國十年量寬,造就大量便宜錢充斥市場 資產泡沫全球化,樓市泡沫不是香港獨有 可視,香港樓市泡沫卻冠全球 港人不吃不喝二十年才夠錢買樓 連續九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雖然美國下月肯大機會減息 甚至啟動新一輪兩歡放水 但未必就能支撐資產價格不多 戒因如今,宏觀經濟已出現劇變,危機處處 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德國十年期債息已見負利率 微息目前水平不算高,再大減空間有限 中國經濟被受貿易戰衝擊 但礙於債務問題嚴重,以及匯率貶值壓力 對減息之途一直有保留 尚未計及全球不少央行,而率先減息為經濟保底 即使過去被視為高息貨幣的澳元及樓元 亦已不再稱得上市高息 否則全球貿戰風煙四起,中美、日韓、美歐關係都在起變化 憧憬、減息可撐起樓價未免是一廂情願 再說,如今香港市場發生了兩個根本的變化 令支持樓市的資金面難以維持 第一,乃經濟進入下跌週期,第三季誓現,技術性衰退 第二,乃香港社會問題,由反修例,人發的問題持續發酵 兩大新股取消來港上市,政不通人不和 日後要推動任何大政策,必阻力重重 更甚至激化矛盾,亂局難以收拾 各路資金正無孩玩劇走 有投資銀行預計,在最壞情況下 今年股市會再出現,水平再跌三成,樓價跌一成 GDP情負增長,而測息波動下,港匯或重返若方水平 其實,樓市供不應求支持樓價不跌亦非必然 日則發展稅可因應銷售前景調整新供應速度 而則用家若預期收入不穩定,樓價下跌,將速市轉賣為租 回歸後折沙市期間,幾十萬元一個市區小單位 易發人物問津,關鍵不在於供應 而在於經濟景氣轉差,和對前景信心低迷 大大壓抑需求綿,未來香港將再面對類似困境 說到底,全球央行再次減息放水 充其量只能延遲泡沫爆破,並不等於可救經濟 相反,卻令迎面而來的調整週期變得更長 港股調整既已先行開始,後市展望並不樂觀 樓市在風險飆升而回報下跌下,也不可能長久反地深吸力 泡沫必爆,絕非危言爽停